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9月11号,星期天 今天跟各位聊一聊中国经济学的泰斗 这个是大家送给他的一个称号,尊称 哈佛大学192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戴孙先生 那么陈戴孙先生呢,他是1900年出生在福建闽侯 那么他是名门望族啊,这个福建来讲的话他是名门望族 他家这个祖上有很多的近视秀才 他的一个博祖父是皇帝的老师陈宝称 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的外祖父和舅舅都还担任过这个在中国驻西方的国家大使 所以说他是一个世家,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这个家学渊源这方面的,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吧 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私俗教育 大概上了有十年半时间,就是私俗教育 然后呢,应该说那些国学底子是相当的雄厚 然后在15岁的时候又考入到福建的一个新式学堂 英华,英华中学 这个英华中学呢,是教会学校 所以呢,外语基础也是非常好啊 也就是说他有了国学的基础 又有了这个外语的基础 18岁那一年呢,他到上海 到上海参加一个考试,就是清华那时候 那时候他叫清华流美预备学校 是用美国的梗子赔款 所以呢,他考上了清华的这个学校以后 在清华大学从1918年上到1920年 他自己后来参加清华这个校友聚会的时候 写的是1920级学生 实际上应该看着是1920级 因为我们讲级和级 国内很多人老是搞不清楚 喜欢把这个毕业那一年写成级 其实实际上应该是入学的那个年份 应该写级 比如说你是1920年入学 那你就写1920级 但是如果是1920年毕业 就应该写的是1920级 对吧 这一点呢,我想过去也许有一些不同的表述 但现在这个应该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规定 大家都约定俗成 不免才能够避免那些这个误解 所以呢 陈在孙先生他是1918年入清华读书 所以如果要讲级的话应该是1918级 但是1920年他毕业离开清华 应该可以看作是1920级 那么1920年他离开清华去了美国 是威斯康辛州立大学 在那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不是,先是读了一个本科 就拿了个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 为什么读了两年就拿到学士学位呢 是因为他在清华的两年学习时间 在美国是承认的 美国承认他的学分 所以呢 他读两年就拿到了本科毕业的这个学士学位 然后转到申请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 那么在哈佛大学他读了两年 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是1922年拿到了这个硕士学位 然后呢 刚才说错了 应该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读两年 就是1920年去美国的 所以1922年在威斯康辛州立大学 获得了本科的这个学士 本科学士毕业 然后呢 申请哈佛的研究生院 在192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 这样的一个硕士学位 也是经济学方面的硕士学位 然后呢 192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讲这个博士学位是不是太短了 两年时间就能获得博士学位吗 我们知道美国他这个读博士是一个大的项目 硕士一般来讲不单独成为一个项目 除非你是为了读硕士而去读的 一般来讲是在博士的项目里边 如果你达到了一些课程的要求 你会愿意要一个硕士学位 就可以授予你硕士学位 如果你不要那个硕士学位 不写论文 那你就可以直接就拿一个博士学位 所以呢 他这个博士课程是四年时间 从1922年到1926年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陈戴森先生是用四年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 只不过中间 这个当他课程要求得到了满足 又写了论文 所以呢 就给了他一个硕士学位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陈戴森先生他毕业以后 又不是马上回国 他是在欧洲游历了几个国家 也就是游学一年 这一点呢 在当年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在过去那个时代啊 有些这个富家子弟 经常喜欢游学 因为游学更加这个开眼界 不一定非要拿到毕业文凭 所以像钱中苏先生 其实就是一个专门游学的 在欧洲很多国家游学过 他真正钱中苏先生 获得的一个学位 也就是一个硕士学位 文学硕士学位 所以呢 游学有的时候呢 就是见多诗广 见了很多的这个名家呀 然后了解了很多的学科 这对一个人知识是有所掌尽的 但是陈戴森先生 是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 又游学了一年 主要是英国 法国 也去了意大利 据说去意大利 当时是主要是为了看一场歌剧 可见这个 陈戴森先生是非常有志趣的一个人啊 他的原名其实叫陈总 总就是总共的总 老总的总 所以这叫陈总 但是后来呢 他用了陈戴森这个名字 那么有人经常会传一个佳话 当然是民间传说 由来已久的一件事 说是陈戴森当年青年时期 和这个另外一位著名的才俊 同时看中了一个女孩子 他们两个人都想追求那个女孩子 那怎么办呢 他们俩就约定 他们谁先获得博士学位 谁就会来娶这位女子 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 说是这个女子提出的 说你们两个都追求我 都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们两位 那你们两位 谁先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来 我就嫁给谁 这都是后来的演绎版本 都是推出来的 那么很多人都把这个信以为真 因为这样的一个传说 不是后来 不是这个最近这几十年传的 而是在西南联大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人传这样的一个说法 甚至更早的时候 在清华就有人传这样一个说法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大家都非常好奇 我当时在北大经济系任教的时候 我们经济系一个同事 胡坚 胡坚教授呢 他过去小的时候 他母亲跟陈戴森先生很熟悉 所以呢 他经常到陈戴森那去玩 他把陈戴森称为舅舅 这是按照当时一种礼貌的称呼 称舅舅 所以他经常就口头残 就说我舅舅如何如何 他说我小的时候 后来我听说了这个事以后 还有一次 专门问我舅舅说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因为是一个孩子嘛 所以呢 这个陈戴森也就不会很认真的对待 如果是个成年人 反倒不容易开口来问这样的事 陈戴森当时就说 哎呀没有的事 这是胡说 所以呢这个胡坚就后来跟我们讲说 这个事情只是传说不可靠 那么既然是传说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版本 有很多文字东西说的很多 但是后来呢 总算是看到了一些比较真实的一些回忆文章 那么有一些文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大家传言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是当年北师大的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后来呢也到北大学习 这个人呢叫王帝成 这两个字都非常的稀罕 帝呢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皇帝的帝 成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写法 繁体字的写法那个字很不容易写三点水的 但是后来有人把它换成了澄清的澄也是三点水 那个意思是差不多 都是为了把什么什么弄得很清楚 很清澈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王清晨这位女子呢 当时待会儿我会把王清晨 这个后来的照片 作为中年的家庭妇女时候的照片 发到我们那个T图上面 你可以看一下 据说当年呢 王帝成在北师大的时候被称为 是北师大的八大美女之一 也有人说四大美女之一 说她气质脱俗 而且从来不打扮 就是不描眉 不抹塞 也不化口红 穿的衣服 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的鲜艳招人 但是非常 她气质脱俗啊 就一看让人非常喜欢 所以说是当时打动了两个人 年轻人的心 那么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据传 就是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周培元教授 周培元当年呢 也是清华的这个才俊啊 后来到美国去学的是理工 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 大家都知道加州理工学院在世界上都是排名前列的 最顶尖的科学学府 理工啊 科学研究 大家都知道前学生是这个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 那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这个名人太多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传说 后来被证实是假的 为什么是说是假的呢 因为 有人说这个周培元生前呢 跟陈代孙他们关系非常好 两家来往非常多 说是两家 其实陈代孙先生就是一个人单身嘛 他经常到周培元家去做客 跟他们的孩子也都非常的熟悉亲热 所以呢 这个陈代孙每次到他家去 这个周培元有三个女儿 这三个女儿呢 都叫陈爸 把陈代孙先生称为爸爸 有一次傅思年到他们家做客 刚好碰到这些孩子们 喊这个陈代孙陈爸 这个傅思年也是喜欢开玩笑的 说你们怎么叫他爸爸 难道他是你们的父亲吗 大家是都笑笑着一谈 就是说他们如果是当年的情敌的话 后来的感情关系不会那么融洽 那么自然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当时还有一种夸张的传说 说是周培元采用了小人之计 原来不是约定好谁先得博士 先回国 先回国娶这个女子吗 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陈代孙先生 是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而这个周培元呢 是1928年才获得 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也就是说 如果按时间先后的话 当然是陈代孙先获得了学位 虽然他在外面游历一年 但是他1927年就回到了这个中国 那么周培元1928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所以呢 有人说他中间偷偷跑回来 什么娶了这个女子 这个说法是完全很牵强的 不实际 因为那个时候呢 在海外留学学生 中间能够回来的人 是非常少见的 如果你是家里面有人病故 父母病故 或者家里面出现重大的事情 要求你回来 那是有可能回来的 但是呢 那样的情况是很罕见的 再加上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坐船嘛 那时候还飞机还不像今天这么方便 没有多少民用航空飞机 那个年代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主要是坐船 坐船是几个月才能到家 你想一来一回 你不是把这个学业给耽误了吗 所以这个也是不现实 再一个呢 后来人家澄清 说这个陈泰孙先生跟 这个 这个女士啊 或者讲跟周培元的这种熟悉关系 是在他们结婚两年之后 才相对熟悉起来的 以前呢 根本就跟他这个太太 周太太 就完全不熟悉 周培元毕竟是校友嘛 所以呢 大家互相还知道 但是呢 也不是很熟悉 是他们结婚两年之后 才慢慢熟悉起来的 来往多起来的 而且呢 叫这个陈泰孙 成霸的 还不止他一个 就是不是一家 据说叶启孙家 这个 还有其他人家 他们对陈泰孙 也都是非常欢迎的 那么 刚才讲到就是陈泰孙回到中国 在清华大学成为当时非常年轻的教授 那么第二年呢 就是1928年就担任了系主任 因为清华的经济系是1926年才成立的 所以呢 27年陈泰孙回到清华 成为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然后28年成为经济系主任 然后1929年成为法商学院院长 那么所以呢 当时清华大学一共是三个 四个学院吧 一个是文学院 文学院院长 那是后来的事啊 就是后来大家都是喜欢说的 就是文学院院长冯有兰 理学院院长叶启孙 然后这个 法学院院长陈泰孙 理学院院长叶启孙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工学院院长 工学院院长呢 据说是顾玉秀 这是后来的说法了 反正就是说 当时陈泰孙呢 在清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一个特别难得的人物 衣表 衣表不凡吧 首先说他一米八五的大个子 那个时候衣着也非常的讲究 经常穿的是 剪裁得体 这个质料非常好的那种西装 而且他比较喜欢穿米黄色的西装 所以很多的学生的印象 就是他穿的一身米黄色的西装 也有人记得他穿的是一色黑色西装 当然不同场合下 他可能穿不同的西装 非常的讲究 而且他穿的苏格兰毛袜 这个非常的厚 冬天的时候啊 这个毛袜上面还有装饰的这个羽毛 那个很有派头 他上课的时候呢 会掏出金表 放在桌上看时间 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四十几岁了 因为他单身一人 没有结婚 所以西南联大当时他的课非常爆满 基本上你要是晚一点的话 就没有座位只能站在后面 后面有时候也没地方站 就是到外面窗外去停 所以当时是非常难得 据说前几排都是西南联大的女生占据的位置 那些年轻的女生仰慕的不得了啊 但是呢 陈达顺先生终生不婚 那么有人说 他如果没有刚才所说的那个传言的故事 他为什么一生就不结婚呢 这个呢 只是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个人的意愿 也没有人直接了当的去问他 为什么 有的人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都不好张开这个口去问这件事情 反正呢 这个事情是他 就是传言的那个说是 跟周培元约定 谁先获得博士协位 谁先回来娶这个女士 这个说法呢 陈达顺先生生前不止一次的予以否定 而且是一点这个游离都没有 就非常斩钉截铁的说 没有这回事 瞎说 再加上我刚才说的其他一些材料可以印证 没有这么回事 所以呢 陈达顺先生终生不取 这是很多人不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他回到国内从事教学工作 他在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毕业博士论文题目是 马赛祝塞州地方政府的开支 与人口密度的关系 这个比较长的一个题目了 这篇论文呢 英文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但是呢 北大后来出了一本陈达顺先生的这个著作啊 就是把不止一本了 陈达顺先生后来的他的那个遗稿 还有一些他的那些 这个笔记啊什么的 有的都出版成书 所以呢 在那个书里边 他的那个博士论文 是正文是七十几页 然后呢 附录一百多页 解决说附录比正文部分还要长 翻译成中文啊 那么他那个有大量的图表 所以可见当时还是下了很大的一番功夫的 他这篇博士论文当时也是参加竞争 这个哈佛大学 毕业生有一个威尔士 威尔士这个奖学金 获奖是奖金 那么这个奖金后来被谁获取了呢 是张伯伦 张伯伦是他同班同学 张伯伦创造了这个垄断竞争理论学说 后来呢 影响了很多大经济学家 包括他的学生里边都有几个是诺贝尔奖得主 那么张伯伦呢 虽然跟他是同班同学 但是张伯伦毕业要比陈代孙晚 这个张伯伦是1928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 陈代孙是1926年就拿到博士学位 但是呢 后来有人传言说 张伯伦的这个理论里边有一些 可能是参考了斯拉法 斯拉法的学说和理论 就关于这一点的话 就是有很多的争执 后来张培刚还专门就这个问题 问过陈代孙先生 陈代孙先生说 张伯伦是先把他的理论完成的 所以没有受到斯拉法这个理论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在1925年的时候 这个张伯伦的这个博士论文就已经稿子差不多了 他这个初稿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而且呢 还在这个同学的这个 因为他们同学中间经常会有交流 有的时候呢 同学会做报告 做自己的研究报告 所以张伯伦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研究报告里面 讲到了自己的这些理论 那么陈代孙先生记得非常清楚 说在1925年就已经有了这样理论的初行 1926年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所以呢 他不可能在那之后再去 把人家的理论弄过来 这个事情就澄清了 然后呢 他回到国内以后 刚才说到 在清华大学当系主任 当法学院院长 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制校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没一起 但是呢 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 都要听取这些大牌教授的意见 所以应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陈代孙先生也是代表了 清华大学的一个主事的校领导 这个领导这个说法呢 是后来共产党全力控制的 这样一个习惯性的思维 但那个时候 一个大牌的教授对清华大学如何办 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所以你不要理解为他是什么官 但是呢 他就是有这样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到了新南联大时期 陈代孙先生继续是 新南联大的经济系主任 后来还当了商学系的主任 所以呢 新南联大很多人都上过陈代孙先生的课 包括 我后来经常拜访的 吴宁坤先生 吴宁坤先生生前跟我聊了很多 他在新南联大的事情 讲到了这个一些 旁听啊 一些著名人物的这个课程 大家都一致佩服的说 我陈代孙先生讲课 调理特别清晰 逻辑严谨 而且他讲课 这个上课的时间掐得非常的准 可能是在家演练过 所以呢 他另一方面呢 他也是看着手表 对吧 把手表放在那个台上 所以呢 他能够掌握好时间 不像其他老师 不是那么严格 他是非常严格 基本上 有人说 他最后一句讲完的时候 下课的铃声就会响 所以大家说非常的准时 那么后来呢 新南联大这个 就是日寇投降了 需要有人回清华 去这个接收清华的校场 这个时候没一期呢 在新南联大还有那么多的政务要忙 所以呢 就请陈代孙先生 先回清华 来这个办理那些手续 结果他回去以后 千头万绪非常的困难 那时候清华校园 已经被何英卿的国民党军队 所接收 因为日军投降以后 那些财产都是国民党军队接收 接收以后呢 那么 陈代孙先生去接收的时候 人家那国民党的军官 就不愿意接受 说你这个 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 比如上级给我们指令 我们才能撤出 所以呢 他又请梅校长 跟何英卿联系 何英卿答应说 让这个他的部队撤离清华 但是呢 说了以后呢 并没有奏效 陈代孙再去找那些 军官那些军官人说 说这个 何英卿并没有给我们下指令 所以呢 我们还在等待指令 就是还是赖着不走 所以呢 后来只好降低条件 说你们占了那些东西 不要你们全部还 还一部分就可以了 主要是家具 比如说这个床 学生要坐宿舍那些床 还有那些床单 毯子什么的 后来呢 就是一再做工作 最后才退回了一部分 所以呢 应该说 陈代孙先生在日居时期 就是那个时候 日本占领时期 他后来不是也撤离了吗 但是在撤离之前 他跟日本人 也是有过接触的 所以呢 他知道 就是当时那样一个情况 他对日本人清华 当然是深恶痛绝的 还有个事情呢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上海黄埔公园 据说原来有一个牌子说 华人遇狗不得入内 这个是在中国 传了几十年 共产党的宣传里面 一直提及的一件事情 但是后来 最近这些年 老有人说 这是共产党为了宣传 编造出来的 没有事实依据的 说历史上 根本没有这样一块牌子 但是也有很多老年人说 确实有过这么一块牌子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是听到这个 关于陈代孙先生 陈代孙先生 自己生前不止一次的 跟他的学生 跟他认识的人提及过 当年他到上海去 准备考清华 那么他去 黄埔公园散步的时候 就亲眼看到了这个牌子 这是1918年的事 所以呢 陈代孙先生 他至少不止一次的 跟别人说过这件事情 估计也不是他编造出来的 可能是有这么样一块牌子 所以这个事情呢 需要以后去了解 去澄清 我为什么提及这些事呢 主要是想说 陈代孙先生 大家很多人不理解他 为什么1949年 梅一齐 就是带着清华的一些教授 去台湾 蒋介石专门派了 最后一架飞机 要接这些教授 梅一齐就跟陈代孙先生说 赶紧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是最后一辆 最后一架飞机 陈代孙先生坚持不走 那就是大家不太理解说 他为什么对共产党抱有期望 对国民党呢 他没有什么好感 过去在这个蒋介石 这个执政的时候 他曾经联合其他几位教授 就石教授联名上书 抗议 要求这个提出一些条件等等 所以他对国民政府 他是有很多的意见和批评的 当年呢 他回国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也有一些人邀请他当官 包括他在哈佛的这个师兄 也曾经劝他 叫他参加北伐军 那时候还在北伐期间 他一开始还是有些想法 可能还打算答应的 但是后来因为有些事情 耽搁了就没去成 没去成以后 他这个师兄随着北伐 随着国民革命 颠沛流离 后来最后呢 好像也没混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他感觉把这个时光都浪费了 所以呢 他下定决心 不再去折腾 不去搞什么当官啊 这个从政 这条路他不走 所以下定决心要当教师 以至于他他后来常跟别人说的 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教书 所以呢 他一方面对教书这个职业呢 他感到很自豪 愿意全身心的投入 另一方面也是有过去的一些经验 这经验不是说他本人当过 这个官府的官员 而是说他从别人的身上 间接的看到了这种经验 然后当时呢 他曾经据说给蒋介石讲过课 因为留学回来的这些著名的学者 也会有机会给这些首脑们讲讲课 他讲过课 大概蒋介石对他印象也挺好 后来呢 其他的人也曾经邀请他进国民政府去做事 他都拒绝了 那么都拒绝了以后呢 他就专心致志的来教书 这个他不但是一个普通的教授 这个其实是不普通的教授 另一方面呢 他又是教育家 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后来这个西南联大 这个解散了嘛 就是后来就回到了北京 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的这个经济系主任 到1952年的时候 突然共产党要把过去受到 所谓帝国主义影响的这些大学都要撤掉 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取消了 像燕京大学啊 圣约翰大学啊 这些都取消 取消之后呢 要把一些院校进行合并 所以呢 就当时有一个中央财经学院 就把陈戴生先生调去 当他的第一副院长 就把清华大学经济系等于给拆了 到这个中央财经学院 结果呢 那这个学院办的也不成功 一年时间就宣布又解散 又解散以后呢 又带着这批人进了北大 所以从1953年开始 陈戴生先生成为北大经济系主任 一直当到80年代 1984年 他一直当到1984年这个经济系主任 所以说有人说 他是北大经济系的一个象征 一个招牌 那当然是当之无愧的 然后呢 大家知道 这个49年 共产党 这个占据了北大之后 北大原来的校园是在这个 沙滩红楼那边 没多少校舍 后来呢 到1952年 对吧 把燕京大学给取消了以后 那么燕京大学的校团 就被共产党给占领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把北大从红楼那边 迁到了这个 现在的北大校园 燕园 对吧 那么陈再生先生当然就到了这个地方 那么后来呢 就是说 这个北大当时在那个历史上 燕京大学的一些校团就转移 移交给了北大 那么燕京大学当年 斯图雷登 到处筹钱 几次回美国筹钱 而且在教会里面发起募捐 然后呢 就是买了很多的地 就是预备的将来有一天 燕京大学越办越大 所以要有足够的长远的发展的规划 这个地一直买到哪里呢 熟悉北大周边情况的人 可能都知道 有一个万柳 那万柳那个地方 后来盖了北大的万柳公寓 研究生公寓 另外万柳那边 有好多的商业楼盘 就卖了很多不错的楼盘 那么这个万柳那一片地 根据燕志杰先生跟我说 燕志杰是 应该说是 陈再生先生的得意门生 从1957年考入北大 1962年就这个读研究生 就跟着陈再生先生读研究生 所以呢 跟了几十年 跟这个陈再生先生感情非常深 他就说到说 有一次陈再生先生 在80年代的时候 专门跟他提起北大校团的问题 因为过去 这个陈再生先生不仅是教授 院长系主任 他还参加过清华大学的一些重要的决策 所以呢 他知道 包括地气 他都亲眼见过 那地气后来收藏在档案馆里边 说这个燕京大学的校园 他来到北大之后 北大那些校团那些东西 这个燕京大学的那些校团的转移 他都是有数的 因为当年马英初先生 这个负责北大的时候 那有很多的重要事情 也是请陈再生先生参与意见 所以他了解这个事情 说是个万流那边 还有呢 包括中央党校那一片 很多的地 其实都是北大 就是原来 说是北大的校团 其实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团 对吧 因为是美国人走了 把这个共产党把这校团 全部给 那个 接收过来了 燕志杰 教授讲到这点的时候 说 陈再生先生说 这些 校团呢 将来有朝一日 还是要收回来 因为北大这个校园 眼看着没地方了 因为那个时候 北大已经在考虑 要向其他地方 开辟新的校园 后来北大不是在仓平 搞了仓平校区吗 还有其他的几个校区 所以呢 其实 北大的地产 如果都收回来的话 是足够的 但是那些地产 都被军队机构 还有些中央的部委机构 所占据 陈再生先生 他当然知道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改革开放之后 他曾经专门 就这个问题说过 说向上面建议 能不能把北大的校团 还给北大 实际上这个北大校团 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团 但是呢 没有得到 当时胡耀邦那个时代 好像还曾经批示过 批示过以后呢 军队答应说要退还 而且中央部委 也答应说要退还 结果呢 拖拖拖 拖到最后呢 也没有这个退还 所以这成为一个 历史一流问题 到今天都没有退 现在很多地皮 已经被那些商业地产商 开发了 卖给这些北京的居民了 所以现在呢 要想收这个地产 就更加不容易了 对吧 这个是其他的 应该说 今天一讲都讲了半个小时了 那么是不是要再讲下一集呢 还是说 这个一集就把它讲完 那干脆我还是再讲一集吧 因为陈代孙先生的事特别多 这个因为我是北大经济系出来的嘛 所以虽然我自己本人 没有机会接触陈代孙先生 但是后来听的这个 北大这个经济系的同事们 一些老教授们 他们回忆 他们经常提及陈先生 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印象 等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讲吧 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